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 我简单的把这个顺序 大家参考一下 他在1979年就去过 那时候他只有37岁 跟邓小平见的面 后面这么几次 尤其是2011年 这18个月里面 他跟他至少见了 跟习近平见了8次 那么从这个见面的次数 我们可以了解 拜登算是对中共领导人 接触够多的一个总统当选人 我们看他19年就是 去年9月15号 在一个活动讲过一句话 纽约时报也分析了 他那个时候对习近平的评估是 我和习近平共处的时间 比世界任何其他领导人的时间 都还多 外交的现实在这里 他那个时候对习近平的评价是 开诚不公坦率 是一个印象深刻的朋友 但是纽约时报分析政治 国际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那么他在选举期间 开始转化 用恶棍 没有任何民主意识来批评 这是因为选举 我相信为了川普 为了这些 所以在外交上的特性 显现的这种随时的转变 那么再问一问就是 局长应该也掌握了 拜登曾经在10月22号 投诉了联合报系列的 世界日报一篇 对台湾的评论和支持 我花点时间研究了 分析四个论点 请教局长是不是认同我的看法 第一个 拜登在文章里面说 台湾是一个领导性的民主政体 有英文的原文可以对照 我请教过专家翻译 这是不是代表他支持 一个中国的原则 第二个 他很大篇幅地 批评了川普的仇中政策 造成亚裔的困扰与灾难 那么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代表未来 拜登会对中国 释出若干的善意 第三个 他大谈健保在投诉里面 也表示肯定台湾的健保经验 是不是可能未来在 美国跟台湾之间 有这方面的合作空间 第四个 他认为与其猎污和仇中 不如重视中国的合作 是不是代表未来会强化 美中两大强权的合作 这四个论点 我花了一点时间去研究 请局长考虑 另外在未来 美中台关系全球都关注 美中台都关注 是不是给蔡政府正确的方向 更客观地评估 而不要在这个时候选择错误 会造成台海之间 美中台之间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四个论点 局长认不认同 这认同 而且刚刚那个委员已经分析很清楚 我讲真话是蛮精辟的 但为了政治 有一些语言 那是一个短暂的 但拜登曾经讲一句话 还蛮有点道理 像习近平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好 谢谢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一个很平均 平衡的一个 我希望局长能够站在为国家服务的立场 客观 事实 务实来分析 提供蔡总统 做一个为台湾未来前途决策的一个参考 谢谢 业务实外委员 好 谢谢